2021台湾灯会居民生活指引在公布之后 经过民众反应还有滚动式的检讨 市政府在针对灯会期间 居民生活指引提出了修正版本 包括了灯区的范围缩小 学校恢复正常上下课作息 市民凭汽车通行证以证通行灯会疏导区 提供环状接驳车等措施 将影响民众生活减到最低 整体的规划以及所有的思考 第一件事情我们缩小灯区 把管制区变为疏导区 另外对于居民的最重要的生活作息 我们也维持正常 此外对于疏导区里面 我们还是希望不要有太多的车辆 所以我们做了以证通行的一个方式 希望到时候区内的居民 可以生活正常的回到家下得了班 接着到孩子 另外就是一些贴心的服务 包含垃圾车以及就医的需求 都没有做改变 诊所的需求也没有做改变 那孩子的上下课时间 还有安心班托儿 这些托婴的服务 也都让大家可以接得到孩子 民众最关心的汽车通行证 发放认定问题 将在110年1月15号到25号期间 对范围内的居民 上班族 租屋课 托婴 与补习班接送主动发放通行证 就医 就学或者是其他各式的需求 则可以到三区区公所申请 或者是线上申请寄送至指定的地点 或者寄到派出所24小时都可领取 一个家庭如果有多量的汽车 两部 三部 四部以上 那他都有进入我们交通疏导 灯会疏导区的一个需求 那除了透过理证系统 会主动发放这个每户的这个通行证以外 那如果有额外的需求 都还可以到我们三个区公所的 这个灯会的联合服务中心 去提出申请 那只要能够提出你在所居住的位置 跟你的需求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都会从宽来认定 然后发放通行证给我们的市民 在灯会范围内的垃圾清运方面 晚上垃圾收运改为早上 新增早上7点到9点6个地方的定点收运 公车不停驶 福康巴士正常运作 另外搭配定点定线贴心服务车 协助行动不便者就医或者是移动 假日有环状接驳车 方便民众旅客搭乘 凯博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 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